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电量是一样的用法 对吧 比如说可以放在表达室里应用对不对 直接使用 长量是使用底范具声明的 对吧 如果长量没有声明 那在使用长量冰箱是会自动转自动转自动转 但这个效率会很低 效率 很低 所以呢 不建议这么去干 听着吧 因为一些新手的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加代号算号也是自动转了 其实它是长量名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第三点 长量 一定要记住 长量名称 不要加刀了 不号 长量名称前面一定不要加刀了不号 也就是声明的时候 比如说我声明那个长量和变量不一样 看到了吗 你这么加就不对了 它就是变量了 OK 所以呢 一定不要加刀了不 所以长量和变量的名称上很容易区分出来 变量名称前面是有刀了不号的 长量名称前面是没有刀了不号的 你这点能记住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第四个 长量名称 怎么的 默认是区分大小写的 默认是区分大小写的 和变量一样 变量是不是区分大小写的 对吧 长量名称也是区分大小写的 那那还记不记得变量 既然是区分大小写的 咱们就记它的命名规则 对吧 比如说由三个单词组成了 1 2 3 那变量的命名的话 我该怎么写 驼峰是命名 对 驼峰是命名 第一个单词圈小写 以后每个单词首字母都大写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变量的命名 如果是长量的命名的话 假如还是由三个单词 习习写的话 长量的命名规则是全大写 那如果由三个单词组成了 1 2 3 是这样去命名的 所以呢 习惯上 这话只是习惯 习惯上 常量名称 要怎么的 要全部大写 当然至于法规定 必须全大写的吗 不是 对了 是习惯上这样的 那我们在声明常量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 怎么的 让它不去问哪有写啊 这是默认去问哪有写啊 对啊 可以 第五个 就是可以使用 一番 第三个 参数 来 怎么 决定 是否 让 这个 常量 名称 区分 大消息 是一个不二行的值 真假值 默认是假值 如果你写真值的话 它就去 它就怎么不去 发现 比如说 这个 root 你看啊 我现在输出这个root 然后我关一下行 看到了啊 然后我再输出root 现在 如果输出实的 说明它是一个常量名 对不对 对 如果直接就输出这个root的话 你看一下结果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不是那个常量名 是不是这个名称 转成做不错了 对吧 这是上里边刚说的 但是如果我在这块 加一个不二行真 怎么的 就让它不去问大小写了 对不对 不去问大小写 那么大写的小写的 是不是都代表了 是不是都是实 所以呢 咱们可以用第三个参数 来改变它是否去问大小写 听了吗 那咱们也总结完了 变量都是去问大小写的 常量可以自定义去问大小写 对不对 其他的再写PAP的语法的时候 大家要记住 通通都是不去问大小写的 这是咱们常量需要注意的 第五个问题 对不对 第六个问题 常量 的值 还记着变量 咱们是有八种数据类型了 对吧 那八种数据类型的值都可以作为变量 但是常量不行 为什么呢 常量的值 只支持四种数据类型 也就是常量的值 支持什么标量数据类型 还记着什么是标量数据类型吧 整形 普典形 布尔形 字符刷 对吧 也就是常量的值 只能有这四种类型 数据不能成为常量 对象不能常量 对不对 资源不能成为常量 这点要注意 另外第七点咱们就说了 常量 不能使用什么 不能使用un size 干嘛 释放 变量是不是可以用它去释放 或者删除 常量是不能删除 对不对 我也不用给大家做这个删除的实验 因为根本就不能删除 所以根本就没必要做这样的实验 对不对 不能使用它 怎么的 清除 一个 常量 这是常量的声明和使用的一些细节 1234567 就是这一件 还记不记得咱们在P2P里边 使用Aside 可以判断一个变量存不存在 对吧 常量我们可以使用 怎么 可以使用 Define 这不是声明还是用的吗 再多个字母 D 用它来判断一个常量是否存在 对 判断常量存在 怎么用呢 比如说 我可以这么写 如果Define Define 字加个D对不对 这里边加个root 如果它存在 然后我就用它 比如说 Echo 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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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10 对不对 否则 我输出 一行一 那现在它是不是存在的 输出结果是对啊 20 对 20 这就是 常量 咱们需要注意的这些细节 那我们来 看一遍课件 好吧 这是 咱们需要注意的 常量名是一个标识名字 对不对 按时的 在胶本之前一个常量一旦定义 就不能再改编或者取消 常量的 什么莫认为大写敏感 对不对 按照惯例 一般是不多大写的 然后常量名和其他P2P标签 同样的命名规则 合法常量以字母或者下方线开始 和第二个命名规则是一样的 后面可以跟任何字母出租或者下方线 对吧 还有常量的范围是全取的 那咱们说过了 在函数或者什么里边是不都可以用吗 所以不管作用率 就可以在胶本的任何地方保识到常量 而变量是有限制 在函数里边或者某个地方用的时候 必须得包含 对吧 常量使用底范子是不是来定义 然后 这话是常量的定义而使用 使用底范子 是不是有这三个参数 后面参数是不是怎么可选的 来决定什么 是否区分大法写的 对不对 对吧 这是生命常量和使用常量 对吧 当然你看还可以使用什么 还可以使用这个函数来读取常量的值 看到了吗 使用这个 当然这个咱们就不常用了 因为你直接用这个名称 是不是就可以代表常量了 嗯 那你用这个函数去取 是不是有点 对 比如说 这块 输出 这块 路 你看 这样方便 还是 路的方便 对吧 是不是1010后边 嗯 所以呢 还是什么 直接输出方便 所以这个函数呢 并不常用 嗯 所以大家只需了解一下 如果在别人的成绩里边看了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那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居多 你可以把这个常量名进行字符串的处理 就通过一些程序处理得到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获取到的 而你这个的话 常量名称是不能说用字符串处理 是组合出来的一个名称 就是什么 而这个是可以组合出来的一个名称 用它就可以执行 出出来 有一个这个特点 这个属于 平时用的时候很少 还有常量与变量的一些区别 常量名前没有刀刀符吗 没有 常量不是这些声明 是使用函数声明的 对不对 常量可以不理会变量的范围规则 而在任意地方访问 对吧 常量一旦被定义 就不能被重新定义和取消 这刚才高作说了 常量的值是 只能是标量 对吧 可以用这个含人来读取常量的值 这边说过了 还有用这个可以获取自定义的 什么 所有的常量的列表 咱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值啊 是不是数足 因为它是一个获取所有的值 那肯定不是一个值 所以直接数足的话 它是比数足的类型了 那我们用什么可以打印全部的 原意大 对不对 给他打印 当然了 我们这个能打印多少呢 看到了吗 看到了 所有的咱们能用到的一些常量 是不是在这列表里边 咱们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了 对吧 这个还是没显示权 你看这块有什么 有更多 对吧 所有的列表里边的都会用 对吧 这些都是咱们系统用到的一些常量 用它都可以过得到 这个通常什么时候用呢 一般的 在后期里边使用模板的时候 在模板里边直接获取常量的时候 通常会使用这些防烧 但这个呢 并不是常用的东西 大家只需要了解一下 有这些功能即可 好 那咱们通过这两个小解 咱们介绍了一下常量 常量 在咱们程序开发的时候 用的是非常多的 仅次于变量的使用力 任何项目里边都离不开这个 在P&P后边的课程学义中 每个扩散里边都会有大量的常量 咱们都会使用 但是呢 只要记住这些规则 就可以 会声明 会使用 知道在哪使用 知道一些注意细节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咱们就这样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